第五題 若實驗必須稀釋濃酸 請選出正確且安全的操作方式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所跟各位特別強調的是 如何稀釋濃硫酸 因為濃硫酸有強烈的脫水性 所以我們稀釋濃硫酸的時候 要將硫酸緩緩倒入水中 實時攪拌 而我們請到一體的方法 是讓它順著撥棒流下去 以避免它的液體會倒出飛散飛見 所以在這邊講的稀釋濃酸 我們就比照稀釋濃硫酸的方式 要把酸倒入水中 同時沿著撥棒緩緩倒入 並且實時攪拌 所以第五題 若我們說請選出正確且安全的操作方式 我們答案選擇是C 將濃酸沿著玻璃棒緩緩倒入水中 再用玻璃棒攪拌